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保姆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 她需要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当然 责任感和勤劳的双手也是不可或缺的 而我们今天的女主麦克菲就用魔法 把保姆的责任轻松地完成 还帮忙把几个熊孩子各个教育了一番 影片的一开始 依莎贝尔就被自己家的几个熊孩子折磨得大叫 因为丈夫到战场上去服役 她一个人要照料农场和孩子 还要应付沉迷赌博 不择手段想要卖掉农场的小叔子 这天 生活在城市的堂兄妹 两个人来到这里躲避战乱 但依莎贝尔还要去打零工养活家里的孩子 因为老板太太有老年痴呆 这给依莎贝尔的工作带来了难度 而且这个难度相当大 可此时房间却响起了一个奇怪的声音 说着 你需要魔法保姆麦克菲 你需要魔法保姆麦克菲 没有见过这一幕的依莎贝尔被吓跑了 而刚到这里的兄妹俩 第一次来到这里 对这里嫌弃得要死 可他们却不得不生活在这里 依莎贝尔刚回来 就看到在家里大大出手的熊孩子们 看来他真的需要一个保姆了 晚上 保姆麦克菲就出现在了家门口 她是一个长相奇怪的妇人 不仅有大大的鼻子 脸上还长着奇怪的黑质 她表示自己不收任何费用 而且会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 就这样 麦克菲就来到了孩子们的面前 看着还打成一团的孩子们 麦克菲让他们助手 但这些熊孩子 怎么会听一个丑陋女人的话呢 麦克菲说了好几次停下来 都无济于事 大家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 于是麦克菲拿起手中的拐杖 对着地面敲了一下 这时孩子们不受控制的 开始自己打自己 老妖也拿着木棍 不停的在房间搞破坏 麦克菲告诉他们 你们要相互道歉才会停下来 可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 问题的严重性 还是倔强的不肯道歉 就在老妖要把父亲寄回来的信件烧掉时 他们才肯道歉 因为那是他们最珍惜的东西 麦克菲听到他们道歉 就停止了时间 他身边的乌鸦 就把快要被烧掉的信拿了过来 晚上 兄妹几人再一次发生争吵 因为他们都不愿意 让城市过来的兄妹俩和他们睡 他们还表示 就算和大象 山羊和牛一起睡 都不和他们睡 于是麦克菲就用魔法 召唤了所有的动物 晚上五个孩子和三只动物 就这样过了一夜 麦克菲脸上的黑质 也再次消失了一刻 而他们的叔叔 在此时放走了所有的小猪 早上 被弄脏衣服的表姐 穿了依莎贝尔结婚时的衣服 孩子们很是生气 于是就让他脱下来 可这时 麦克菲却发现 家里的几只小猪不见了 他们可是要偿还农场 买机械的钱的 于是大家就赶忙去找小猪 也没有人在乎穿什么衣服了 但是 这些小猪被麦克菲施了魔法 不仅会上树 还会在水里花式游泳 真是太为难他们了 不过 在孩子们的密切配合下 他们成功的抓到了小猪 这下 小叔子的计划再次泡汤 高兴的依莎贝尔 就答应了第二天一起野餐 可在野餐的时候 小叔子再次带来了丈夫的信 在信上却说 丈夫去世了 儿子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于是就想托表哥 在军队做官的父亲查一下 可这里到军队要很长的时间 这时 麦克菲出现 开着摩托 疯狂急迟 甚至飞檐走壁 把他们带到了表哥父亲那里 他查出 依莎贝尔的丈夫只是失踪了 并没有给家里发电报 看来这一切又是叔叔搞得鬼了 的确如此 依莎贝尔在知道 丈夫去世的消息后 就打算卖掉农场 虽然两个女孩在家中捣蛋 但依莎贝尔还是签下了合同 不过 此时天上的飞行员 却打了一个喷体 一个炮弹正好落在了农场 洒出来的墨水 把他签的字给弄花了 而麦克菲也在此时 带着兄弟俩回来了 在知道丈夫还活着的消息后 依莎贝尔重拾信心 放弃了卖掉农场的想法 而落在农场的炮弹 也是一个哑弹 虽然没有爆炸 但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于是所有的熊孩子 都开始帮忙拆炸弹 最后在乌鸦的帮助下 他们成功拆掉了炸弹 随着麦克菲的魔法 农场卖田也被收割了 是离开的时候了 就在他们想要让麦克菲 把爸爸找回来的时候 他们的爸爸 也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里 这下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一个美丽的妇人 看来她的使命已经完成了 看来有魔法的人 确实适合当保姆啊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 关注转发